花莲市玄迹宫在26日捐赠了100份的民生物资给花莲市公所爱花莲食物银行 那么市长魏嘉贤也特别前往颁发感谢状 感谢李主公等人一年9年持续对弱势的关怀 花莲市玄迹宫一年9年捐助物资给花莲市公所社劳客 将北极玄贴上帝的慈悲精神转化成为对弱势的关怀 今年虽然疫情严峻百业萧条 但是玄迹宫的爱心行动依然不中断 玄天上帝有交代 我们在做物资就不要为了疫情阻挡 所以就是玄天上帝的指示 还有我们的信徒 他们一起的努力 所以我们有每年在这个就是小平安的时候 都会我们就是要提供的一些物资 玄天上帝对这个世人的这个慈悲 市长温家贤感谢公主和信众大德 慷慨解囊照顾弱势族群 而这批物资将放置在食物银行 让有困难的民众能够前来领取他们最需要的物品 今天真的非常谢谢玄迹宫 我们礼福顺公主 跟所有信众大德 对于我们所有花莲市的弱势的关心跟关爱 已经连续了非常多年的来捐赠 相关的物资跟生活用品 那在今年 我们公主还特别到我们食物银行去做相关的了解 那也针对食物银行的欠缺的部分 来把这一次要捐赠的物资来做相关的调整 那他知道成人指尿布会比较欠缺的部分 他就调整一些食用沙拉油改成成人指尿布 那我们在此真的要谢谢我们玄迹宫的每一位好朋友 还有玄运上帝的保佑 我们也希望未来花莲的乡亲 如果需要的部分 还是清寒的部分 都可以到我们食物银行来领取需要 还有相关的一些物资 那我们也会持续的来协助我们每一个弱势 是需要帮忙的个案 玄迹宫捐赠的物资包括了肥皂、卫生纸、成人、止尿布 还有洗衣金共有100份 目前暂放在食物银行仓库 最近如果有生活陷入困境民众 都可以到食物银行来申请领用 介续辉欢市报道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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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